韩国超年期团体BEAS第三度来马宣传 一向脸上挂满笑容的他们 这回心情显然大受影响 六子中为有奇光、东源和要蟹的笑容最多 BIS无子在当天凌晨4点左右才搭乘廉驾航空抵马 而李奇光则在记者会的前一个小时才抵达大马 不知是行程过意紧迫或是不满搭乘廉驾航空 导致六子心情大受影响 特别是最近承认与聚合拉陷入爱河的龙俊亨 几乎全程毫无笑容 反复担心招媒体追问恋情一般 记者会上显得无精打采的六子 在粉丝见面会上心情明显有所改善 虽然只是简单地展现歌唱及舞蹈魅力 但也足够电音台下粉丝 7月4号生日的豆菌第二度在大马提早庆生 台下粉丝提升高尚寒语版的生日快乐歌 让她开怀不已 感情很好的Beats在台上还不忘耍起暧昧 除了互相拥抱之外 动员还为豆菌喝水互动亲密 3月4日的豆菌喝水互动亲密